顧偉長 顧偉長安怎麼樣了 如果沒有特效藥 安安恐怕撐不過48小時 要你丈夫 抓緊時間也發 那位家屬可以進去了 薇姨 特效要做好了 安安有救了 真的嗎 太好了 我跟安安等著你 好 喂成哥 姊姊的病情加重了 我一個人在這裡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你別著急我馬上過來 啊 是媽媽爸爸 爸爸馬上就來了 他但是特效要來救你 太好了 還對了這個爸爸 嗯 媽媽我上次在醫院見到安安了 他渾身都插著管子 醜死了像個怪物 文文媽媽讓你裝病 這樣寧寧就能有爸爸了呀 怎麼了 成哥 多虧了你要不然我和寧寧 怎麼能住成這麼高級的病房呢 不過 你拿溫姐姐的卡刷 溫姐姐他不會不高興嗎 沒事的 溫宜 他不會在一起 對了 我還沒有恭喜你呢 我聽在醫院的師姐說 安安的病已經好得差不多 馬上就能出院了 真的嗎 太好了 這次不安安 可惜了 再看我們家 你你你時和安安得了一樣的病 他受著 媽媽我好疼啊 成叔叔快救救我快救救我 你不怕 我這肉在了 我跟他總是這樣喊疼 我實在是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 那不正要 先給你用吧 安安他已經脫離了危險 暫時用不到 這怎麼行呢 萬一能姐姐怪嘴下來 他又要拿資助的那個事說了 行了 這個要是我研發的 我有權利決定給誰 來 來 成誠哥 真是謝謝你 如果沒有你的話 我們孤兒管你 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 有的時候 我真的好羨慕溫姐姐 哪有一個你這樣 溫柔體貼的老公 別在了 我們之間是同事 同事之間互相幫助 是應該的 都半個小時了 怎麼還沒來 媽媽爸爸還沒來嗎 我好困啊 媽媽我好了 我好困啊 啊啊啊 醫生 醫生醫生 快消耀呢 怎麼還沒拿到 我現在你去 阿晨你快接電話呀 你們在幹什麼 我的女兒死了 死的時候 我的丈夫拿著我女兒救命的藥 再陪他初戀情人的女兒 參加家長會 跟人聽話 今天是我們小壽星的生日 祝我們安安生日快樂 安安今天這生日願望是什麼呀 安安安 想和爸爸一起過生日 安安已經好久沒有見過爸爸了 爸爸是不是不要安安 安安乖 爸爸是為了給你吃餅 去研究特逍遙了 安安那麼聰明可愛 爸爸怎麼會不要你呢 要不 我們給爸爸打個電話好不好 對不起 喂你好 程教授正在做實驗的 有什麼事情請留言 阿晨 阿晨 把手機給程程 我要及時找他 程哥 嫂子來電話了 你現在趕緊過來 安安他 你現在趕緊過來 你少拿安安說什麼 我在實驗室忙了這麼久 不就是為了安安嗎 你別老是對我照自己來揮自己去 我已經不是你資助的那個人學生 別老把我當公使 阿晨 你別老把我當公使 我不是這個意思 今天是安安生日 太想你了 爸爸 安安想你了 你可以了看嗎 啊對不起 爸爸忙的把你的生日留好 爸爸今天一度 你等我啊啊 哦 啊 不好意思啊成哥 都怪我太笨了 人這樣簡單的實驗都做不好 沒事的成哥 要不然你還是先去陪安安吧 我一個人其實也不一樣 行我都受傷了 我得給你去爆炸 喂 別子受傷了我安你回來啊 老公老公按開不行了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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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們在幹什麼 你 你怎麼了 怎麼 大耀讓你們偷情了 你能不能不要這麼無理取鬧 我跟你說了多少次了 我跟葉子只是同事關係 我看他一個人帶孩子不容易了 所以幫他一把 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 我理解你 那安安呢 他在ICU病房等你特效要救命 你却在这儿陪他们 你还有没有良心 不是已经脱离危险 你不要大惊小怪兴啊 你胡说什么 是我的错 前错完错都是我的错 你要是有什么火的话 你就冲我发吧 起来 说一个 你也比外奔姐姐了 都是我不好 温野叶子她都给你道歉了 差不多得了 我没工夫看你们的这野戏 药呢 安心情况危急把药给我 药 你怎么可以给别人 什么别人 明明她也得了重病 而且她比安安还小一岁 她病性更严重 我怎么不能给她喝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死 你 夫人姐姐 你要是实在生气的话 你就打我几下吧 婚安姨 求求你 你别打我妈妈 都怪我不好 吃了安安的药 你能不能不要像一个泼妇一样躲躲逼人 好泼妇 沉沉 你把我女儿的救命要给你初恋情人的女儿 那我们的女儿怎么办 哥哥怎么还不能看 爸爸马上就来了 温姨 你你情况很不好 安安那边我就先不过去了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在这样也没有用 给我两天时间 我两天内一定做出一个特效要给安安 安安也是我的女儿 不可能放着她不管不顾呢 而且安安现在病情已经好转了 没有那么紧多两天时间 没事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想起你 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 爸爸妈妈我终于出院了 你们能不能带我去游乐园玩呢 你也不会 好小公主的要求我们一定晚多 你看 安安 该吃药了 妈妈 不想吃药 ush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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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sed many 吃完了爸爸就出现了 他们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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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clamation 咋子啊 走啊 爸爸你可别 我离开我不要爸爸也没来开 啊走在这里 哎是妈妈抱 是妈妈 宝贝安安 爸爸来了 你不在安安那怎么来这了那你呢 你不在实验室之一啊你怎么在这 当然是要陪我了程叔叔说了 我比安安聪明可爱 还要给我买完剧呢 宁宁不好意思啊 孩子不太懂事 你别放在心上 哦 宁宁不是身体好转的心了吗 你闹着要来玩我带他过来玩一圈 你赶紧回去啊 安安身边不能没有人 主要你还记得安安心的 我以为你的心里只有你的初恋情人 和他的女儿呢 文姨 你不要在这营养关系 我跟叶子的关系不是你想的这样 够了 我不想再听 你现在赶紧和实验室治药 安安还顿着你的药治病呢 我不要让输输输输输 我不要让输输输输 文姨 你发什么疯 他挺广东之下 你不嫌丢人吧 文姨姐姐 你就别怪诚哥了 都是我不好 你有什么事你就怪我吧 只不过你别吓着孩子呀 年年都被你吓哭了 赶紧给他道歉 你说什么 给年年道歉 文姨现在特效药的制作 已经很成熟了 我在不在场都无所谓 但是 叶子它是制药小组的核心成员 其中有一个药的萃取 只有他会做 没有叶子的话 这个药就做不出来了你懂吗 文姨坏人文姨讨厌 哎怎么这么不懂事 你怎么能打阿姨呢 不好意思啊 孩子不懂事 文姨道歉 是不是只要我道歉了 你就回实验室吃药 文姨姐姐你说什么呢 就算你不愿意道歉 我也会回去的 只不过现在你能哭的这么厉害 实在是走不开 对不起 对不起 晨晨 药好了吗 安快不行了 药已经做好了 来得及我马上过来 还好 她也不過份了 中國 你今天 你陪我去參加的另一半 可安那邊 讀歌 你就陪我去吧 否則我自己一個人 實在是很害怕面對那些人 好吧那我們早去找回 真的 但是溫姐姐那天 溫宜那麼善解人意 不會怪我我們去參加相賞會 提前半小就出來一起啊 成哥謝謝你 我們努力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報答你 一定會沒事的 我爸爸馬上就來了 快準備出場 你在哪兒啊 啊 啊 我把藥帶來了 你來我 他已經死了 什麼 陳陳你食言了你不配家安最後一面 啊 這個快醒醒 你快放開你當時你走 安再也不需要你 怎麼會這樣 他把你心好轉了嗎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是誰說的好轉 是葉子那個賤人嗎 葉子也是關心他的 怎麼能這麼說他 陳陳 你是安安的爸爸 安最需要你的時候你在哪 你不是製藥 你就是陪葉子那對母女 你真的關心過安安嗎 我不求你來看安安 我只求你打一通電話 你關心一下他 你就會知道他病的有多重 你就不會聽信謠言 我是做的不夠好 但是我治藥都是未安 陳寧寧他也病的很重 我不能指顧女兒不顧其他人嗎 夠 安安最需要你的手你在哪 你在陪葉子那對母女參加家長會 你是安安的親生爸爸 安安還那麼小 他從來沒有像其他小朋友那樣感受過快樂的童年 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錯嗎 他每天堅持吃藥 忍受病痛 他還覺得自己的爸爸是超級英雄 他還覺得他自己的爸爸會帶著藥來救他 可你呢 你在心裡就有那對母女 情錯萬錯 都是我的錯 但是看你能不能 才讓我見了 最後一面 陳寧跟你說過的安平的很重 是你不信了 你不可能再見他最後一面 滾 哈哈 阿 溫姐姐 都是我的錯你就別怪成哥了 你還敢來這裡 我是不應該來這兒的 但是我更不想 看你們兩個因為我兒生出嫌隙 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 是我一定要成哥陪我去的 你起來都是我自己要去的 跟你沒關系 誠哥你別扶我 我今天需要在這兒跪到溫姐姐 原諒我為止 想讓我消氣 你怎麼樣 你到底在幹什麼 葉子他並沒有做錯 要打牙馬你衝我來 陳晨 我們離婚吧 陳晨哥你快勸勸溫姐姐 雯姨安安他剛剛過世 必須要鬧到這一步 他看到會不高興你不排題啊 溫姨滾 溫姨姐姐他都走了 你也不要裝溫姨 你也不會替我 女人太強勢 失婚沒有男人要的 等我和陳哥結婚的時候 對不起 這麼不要臉 要臉有什麼用呢 你留不住你的男人 你也留不住你我女兒 你 哎呀那陳哥 我的頭忽然好痛哦 行那我扶你去休息 叶子 承承 你们害我女儿没命 我一定会让你们不出来家 秦律师 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 我们半个小时后见 怎么样 你的诉求我看过了 这些年他的花销都是由你支出 包括你们的房产都是你的婚前财产 我可以让他近身出户 那他跟叶子呢 算不算婚内出轨 我已经派私人侦探去调查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谢谢 那你 这种照片 看你怎么跟成哥吊带的 是吧 我没事 秦律师你说 有关成成在安安病症期间的所作所为 我也做了一份资料发给你 之后应该会更多 多谢 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让他们身败能力 想让一个人身败名列最好的办法 就是舆论知道的人越多 他翻身的机会就越行 你 你是秦律师 是的 温小姐 我查到这个叶子不仅跟您的前夫有瓜哥 还有众多男性不亲不管 都是一些家里有钱或者老婆有钱的 您前夫还为他开了亲密妇 甚至连他女儿住院高级闭款的钱也是您前夫属 这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才是可以追回 好的谢谢你 我知道了秦律师 麻烦你把叶子出轨多然的证字做成传单 我要让他们臭名远扬 我要让他们臭名远扬 好 那我先去忙 你别碰 别碰你 有了新男人就不让我碰了 你轻轻握握我的手可不是这张肥 你又在发什么 刚刚去世你就忙着找新男人 到底要不要你 你不配提安 这张肥 这是事实 亲者自亲 我没什么好事 我 好多精口 诚哥 你别怪温姐姐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应该把照片发给你 不然 你们两个也不会吵架了 果然是你这个贱人做 要是叶子告诉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温姐姐 你怎么能婚带出轨呢 诚哥哥他这么爱你 你怎么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你们还真是贼想不说贼 我真是瞎了眼 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一个蠢货 找个时间离婚吧 至于你 抱怨还在后头等着吧 就想绝对不可能跟这个野男人在一起 这不是你说了算 别忘了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叶子 后会有情 叶子 我本来没想那么早笑 这是你逼我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个叶子 不是做六头的那个单亲妈妈呀 我老早说过 他不捡点一个单亲妈妈 家里也整天进进出出 那么多的男的肯定有问题 他把你老公抢走了 马上就会是前夫了 这小姑娘太可怜了 如果是我女儿被这样对待 我肯定上门把那个小三的价格砸烂了 就是就是就是 小姑娘 你放心 大家会回来为你找公道的 你带上纸还有吗 我们帮你贴贴 告诉其他人 对对对的话 我们放心 那就麻烦 各位叔叔阿姨了 好 我看他喜欢吧 你看一下看 哎呀 这个福利金又回来了回来了 臭不要脸的 还好意思回来了 漂亮亮亮的 去做这样的事情 没脸你要学好你的老婆 脸的被他抢走了 真的 哼 太不要脸了 鼻子 死个屁呀 自己做了还怕别人知道 就是就是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文医 不让我好过 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文医 你成为愿意见我呢 那天的事是我不对 我现在才知道这是你们家的律师 你就 小心记 接了他 是什么 文医 我们 不要离婚行不行 那天的事 道歉 我不应该这么早下定论 你就 再原谅我一次吧 要是我不想原谅你 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跟我说 我都改 那我让你跟叶子 从此断绝往来 你做得到吗 你做得到吗 我跟叶子之间真的没什么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我们 是 我承认 他是我的初恋女友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我们现在清清白白的 你要相信我 一个初恋女友的命 比自己的女儿重要 一个初恋女友孩子的命 比自己亲生女儿重要 晨晨 在你眼里安安到底算什么 在医院喊爸爸的时候你在哪 冰死求药的时候你又在哪 安安的死都是我的错 这是 我现在做什么 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是我对不起她 你知道今天是安安的头七吗 我们一起去看看安安吧 就算我有百分不适 但我毕竟是她爸爸 你就让我去见见她吧 丑哥 丑哥是不是只有我死了这一切才会结束 那我去死好了 叶子你胡说什么 你现在在哪 我来找你 叶子他现在情况很不稳定 他想要自杀 我得过去找他一趟 站住 先让他再走 我 文姨 现在都人命关天了 你还在聊离婚的事情 你到底有没有人性 你配合我谈人性 为了一个小三一二再再二三 抛弃安安的时候 你这人性呢 文姨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就算我们再难过 安安已经无法挽回了 叶子不要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 你不能因为安安的事情 就不管她的死活呀 你想去就去 比起我拦得住你的人 也拦不住你的心 晨晨 真的太令我恶心 安安安 妈妈来看你了 妈妈带了安安最喜欢的故事书 这个故事还是新的呢 安安都还没看过 从此公主就在森林里幸福快乐地找到了 妈妈 安安是公主吗 当然 安安是爸爸妈妈的小公主 我 magnetic 但国后都很爱公主 为什么家的父母 没有 为什么爸爸不来看看 上次碰到 妈妈的小公主 妈妈的安安 安安 今天爸爸又十月了 他不能来陪你了 但是安安放心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永远 安安 妈妈问你准备的好戏马上就要开场 我一定会让所有欺负过你的人 都付出败价 小三吗 小三啊 诚哥 你你别拉着我 你就让我去死好了 呸装什么可怜 我这辈子被淘汰小三 花别人钱抢别人老公 你倒是挑啊 到底怎么说话呢 这可是条活生生的人命 小伙子 你不是住我们这里的吧 来 你来看看就知道了 这不是真的 这这是误会 不回 你来 文一 你到底是不是人 造叶子黄瑶是想让他死吗 你怎么就这么堵定 是我造他黄瑶 而不是他却有其事呢 你怎么呢 叶子他这么温柔善良 你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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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说了 现在当务至极就是救人啊 你这么包他 你不会就是那个凤凰男吧 我就是他 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 讲了一模一样 就是啊 就是 赶紧跳啊 赶紧跳啊 喂 就是啊 喂 王记者 彭教授来了 你好 请问是陈辰先生吗 呃是我 怎么了 记者同志 你采访这个温柔男干什么呀 什么温柔男 他可是著名的成臣教授 最接近出的明飞特效药 就是他研发的 什么 什么 而且成教授 为了研究明飞特效药救他的女 在实验室 没日没夜的工作 这样好的父亲怎么可能是温柔 而且我接到举报信 是他亲子出轨在先 这是证据啊 真是啊 看来是我们错怪你了 没上位 老师姨 他也是研发成员之一 不是什么小三 没有他 这个钥匙研发不出来的 问你 真是金 你怎么来了 就是你这个小姑娘贴了单子 我看见过你 我当初还可怜你 没想到可怜之人 必无可恨之处 你老公为你女儿做了那么多 再看看你 打扮得光鲜亮丽 果然你才是那个出轨的 就是 就是 晨晨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告诉记者 什么才是真相 温姐姐 成哥哥每天在实验室里面 你看不见他的辛苦也就算了 可是你怎么能污蔑他呢 我真是替你心疼成哥哥 他为你做了这么多 到头来 你还要污蔑他是个渣男 最为研究员的家属 你不仅没有体谅成教授 还四处散播谣言 你根本不配做他的气息 既然大家这么想知道真相 两天后我会举办记者发布会 希望在场的大家都要参加 尤其是我们伟大的成教授 和叶女士 听说了吗 今天的主角可是研究明菲特教授的 妻子呢 我看他根本不配 婚内出轨 而且证据现场 我看他怎么狡辩 叶女士 你必须要发布会有什么看法 虽然我不知道 温姐姐为什么要 主办这场发布会 不过 我知道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事情的真相 公道自在人心 我相信你们 一定会还我一个亲 你放心 我们大家一定会帮你 谢谢你们 谢谢 丑先生 有这样的一个妻子 你有什么想法吗 婚姨之前不是这样 她非常善解人 我做的决定 她都会支持 只是我们女儿去世后 她就心情大变了 请问你女儿是什么都去世的 你可以讲讲细节吗 至于细节 其实我也不想复义 毕竟这是我的亲身 但是 我就是为了她 研发了这个 林菲特教调 你可真是个好父亲 为了自己的女儿 付出了那么多 还要忍受自己妻子的质疑和诽谤 说实在的 所以我个人 我是无条件 站在你这边的 其实我跟叶子 也不想闹到这一步 但是温怡 她已经走火入魔 待会发布会的时候 希望大家嘴下留情 真是演的一出好戏啊 要不是亲生经历 我还真以为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温小姐 你这话的意思是 事情的真相并有隐情吗 各位这么爱听八卦 我给各位分享 真是世界 我的教授丈夫 在我的女儿头期 抛妻弃子 去营救她初恋女儿 这个话题够不够劲爆 那我的教授丈夫 在我女儿并为之地 去参加小三女儿的家长会呢 你说什么 你说程教授放弃救助自己的女儿 而去参加小三的家长会吗 不救自己的亲生女儿 你看艳水的表情那么难看 我会真的就是小三 不然大家说 在我的女儿并容期间 我的丈夫 一直陪着小三的孩子 甚至在我女儿 被逼痛折磨到不息的时候 还还拿手上去参加小三女儿的家长会 导致我女儿没有办法及时用药 去世了 真意装装一见见我 再有证据 希望大家还我一个公道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真是白为叶子那个小贱人说话了 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 这个程教授真是个衣冠禽兽 没想到刚才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妻子走火入魔的人 居然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救 不是这样的 婚姨 太荒分了 比起你做的那些还差远了 我原来接到的电话时 明飞特效药的研究员被污蔑诽谤 原来这才是真相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程教授你被开除了 不要开除 你这一把 是你不知莲恥 工营有不知夫 这一把整是你抛提器 只顾小三 他无人性 这一把整是为了我的女儿安安 是你们狼狈为奸 派我们的特效药迟迟不来贪死 妈妈 为什么小区里的小孩子都不跟我玩了 他们都说不跟小三的女儿玩 不玩就不玩了吧 反正我们以后也不住在这 那我们现在去哪 是啊 我们以后还能去哪呢 怪瘟仪那个贱人 要不是他揭穿 我们也不会无家可贵了 你要让他付出代价 妈妈你别这样 我害怕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 对呀 宁宁 哭大段声 哭给程叔叔听 程叔叔 婷婷没有家了 呃 您一别哭 告诉程生后怎么了 婷婷 你怎么能拿妈妈的手机打给程叔叔呢 喂 程哥 不好意思啊 我们就是被房东赶出来了 现在我们母女二人也不知道应该去哪了 都怪瘟仪 都是太决了 害得我没工作 害得你带着女儿没地方可去了 这怎么能怪瘟姐姐呢 她可能只是怪我的女儿 吃了你们家安安的药吧 没关系 我有手有脚自己也能养活女儿的 大不了我们母女二人去找个桥洞 先住下来再说吧 怎么能住桥洞呢 况且你身体不好 不能干太六的活 你年也刚痊愈 还需要休息 这样吧 你们住到我家来吧 这怎么好意思呢 要是温姐姐知道了的话 女儿过世后 她看到这屋就不相信 所以 如果您去了屋外 我就担心了 你们暂时住过来 她不会不行 那好吧 别哭了 宁宁 现在我们有地方去了 进来吧 这些天 你跟宁宁就先住这儿 如果缺什么了就跟我说 我帮你们买回来 但是 安房间里的东西千万别动 我也会发现 诚哥 真是太感谢你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们女女二人可怎么办呢 诚哥 你真好 还真是撑不住气 别别来无恙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家 难道我不该回来吗 嗯 别别来无恙 程珊不是跟你說過 別動安安的東西 你怎麼不聽呢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收拾好你東西給你留 就你也可以住在我裡面 死都死了還這麼夜會不散 我真是個想見 你可以 沒事吧 你你怎麼回來了 他真是心有靈心 連開場還都是 程哥 既然問姐姐不同意我住在你們見 我看我還是收拾手一般走算了 不用 雖然我沒經過你同意就把葉子接進來 是我不對 但是 他是因為你而誤家可歸的 你怎麼能就這麼把他趕走呢 難道你要我為殺害我女兒的殺人凶手 疼過去你才滿意 你怎麼能這麼說葉子呢 安安的事是我不對 但是你也不能把火撒在他頭上 看看這個把安安當作你親生女兒 安安病痛的時候你站著 他哭著喊爸爸的時候你又站著 我隔壁陪著你的小親人和他的女兒 我看他就是一個直三條三的 夠了 你還要我說多少點 我跟演的之間是清白的 而且你你還吃了病 我怎麼能不顧他們無二把你不管了 真是清白啊 清白到可以自己女兒子救命要 狗手讓 清白到可以不顧女兒的安危 去陪他參加家長會 你心裡真的有多安安嗎 文姨 都過去了 你還要拿安安的事說多久啊 那是你女兒 那是你的親生女兒 文姐姐 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 你要出氣就拿我撒氣好了 可是誠哥哥 他可是真心真意的對你和安安的呀 都說我把你害成這樣 還幫著我說話 我對不起你 你們倆少噁心哦 這是我跟誠誠在婚期間 你使用他親情卡消費的所有账單 我有錢的錢 還有 這房子是我 錢是我偷的 房本上的也只有我 你們趕緊給我搬 不然我就報警 說有人私寵你 文姬 你一定要做這麼全嗎 爹子他一個人帶孩子不容易啊 你沒聽清楚 我說的是你 你也給我搬 上次的離婚協議的名簽 我已經向法院提訴了一封 在等著法院的重訊 小父子 紅 小esz子 小伯鑄 小臉 小丁 小臉 小小子 小丁 怎么了 哎睡不着 那妈妈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好 哎哎哎哎 哎 我 我 惠儀那件事有结果 了 什么真的吗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那么快就有了 结果 姐 为啥 安安住院的这段时间 多谢你的关照 我是安安的主治医生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之前因为猛耽搁了 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知道 当时第一只药研发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不给安安 给了宁宁 晨晨同事的女儿 可是除了安安 我们医院好像没有其他人 需要明飞特效药 什么意思 我是明飞疾病的主治医生 如果有谁得了这种病 我肯定会知道 难道那个宁宁不在我们医院 在的就在高级病房 那我怎么会不知道 难道 这可是犯罪 他们怎么敢 顾医生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犯名的报告显示 年龄确实 但就是一些普通的头疼老子 绝对用不上明飞特效药 也就是说 是叶子故意买您那个病情 因为当下报告骗药 如果按照上面的报告分析 是这样 所以 是叶子害死安安 是他骗走的药 他就是故意杀人 我必须要让他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这是故意杀人 你想怎么做 我都会帮你 故意杀 你已经做的够多了 谢谢 但这一次 我要自己去 之前 我只是想当业务丢了工作 当外人拓满 现在我他肠命 这是他谦安安的 我可以出一份权力报告 这样会更有趣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安安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黄天 杀人长命 这也是叶子应该承受 但是我不希望你一个人 做这些事情 太累了 你可以找一个人帮帮你 比如我 如果是其他我的事 或许会找人一起 但这是安安 我喜欢自己去做的 但是有需要我的地方 一定要找我 不过 在对付叶子之前 还会让我自己去做的 这些事情 华院的传票收到了 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 不瞒你说 我曾经很爱 很爱很爱 很爱很爱 你聪明上进 这也是为什么 在那么多贫困生里 我选择资助 但是现在在我看来 我饰饮了一只白眼狼 够了 文艺 你家时候 一辈子都不会理解我的 想想想来的 我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没有靠过风 我是靠我自己 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而你的出现 带着你那些迫切小资助 就是为了找一个小跟班 马虎之则来 挥之则去 你始终 一直就是在可怜王子时之中 你就没把我当中一个人来对待 所以在我看来 那么美好的爱情 在你眼里是牢笼 是我不让你和你的小情人在一起吗 你看清楚 是你的自卑 是你的懦弱 是你的无能 我 我 是 是因为我自卑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配不上这段安琪 但是 我真的爱你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安安的死 我确实无法挽回 但是只要你 一肯回头 我一直都在 欠了他 没想到这东西还挺值钱的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搬回那个大房子 我怎么知道 妈妈 我饿了 想餐饱 吃吃吃 你一天就知道吃 我们现在没钱了 你不知道吗 看看你的样子 我要你有什么用 怪瘟疫那个贱人 要不是瘟疫 我们娘俩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那程叔叔呢 为什么不找程叔叔帮我们 阿晨 你之前不是说要照顾我们母女的吗 你人呢 我好吗 我好嗎 我好搬 好吗 你还没想到 你好吗 我说你 阿晨 阿晨 你這幾天為什麼不回我消息 這幾天沒看手機 阿晨 你是喝酒了嗎我來找你 沒有 嗯 誰啊 你 我就知道 你還是放不下我 二塵 我是葉子 是你啊 不好意思 好久沒有說著 如果沒什麼事的話 回去吧 我也沒什麼好事 稍待 二塵 你這是怎麼了呀 瘟儀呢 他怎麼也不來看看你 我們離婚了 真的嗎 二塵 你說你為安安和瘟儀做了那麼多 他怎麼能說跟你離婚就跟你離婚呢 我真是為你感到不值啊 有什麼不值 都是我的錯 你也別太難過了 要怪就只能怪安安的命不好 你跟瘟儀在一起這麼多年 他要是有點良心的話 你們離婚應該會給你些補償的吧 我 你就是愁壞了 你會給他們付出了這麼多 他怎麼能什麼都不留給你呢 都說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人 一个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是人 是个我 是诚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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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晨 要是你清醒的时候 你也会选择给我的对吧 睡 喂 把电话过来问问我过得惨不惨吗 怎么会呢 我只是想问问你 从我家偷走的钻戒 准备什么手法 戒指 什么戒指 我家那么多值钱的东西 你觉得我会少到连监控都不装 你威胁我 半个小时之后 我家来叙叙救 要是不来的话也行 入室抢劫 够你派个几十年 文医 你这个贱人 你要你好看 你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 你要是喜欢 送给你也无比 毕竟这种东西 太多了 我不缺 我有时候还真挺羡慕你 你家是好 长得好 还有一个那么疼爱你的老公 他 疼爱 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勾引过他 可是他竟然为了你拒绝了 你也知道 我们两个是初恋 若不是当初 我们家嫌他家庭太寒酸门堤太低 我或许真的会因为爱情选择了他 所以你就找了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富商 做他的小三 这你都查出来了 不过也对 凭你的财力 查出来这些事一定 不过温宇你不是我 你不会明白 我只是想让自己过得更好 我只是想摆脱我乡下妹的身份 我有过吗 所以你就勾引别人的丈夫 陷害别人的孩子 你才知道了 你才知道了 所以你就勾引别人的丈夫 陷害别人的孩子 你在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是吗 那我暮装病偏要的事情 你怎么做 你嘴巴一张一合就想污蔑我 你想的也太累了吧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 这些报告的权威性 你怎么做 你嘴巴一张一合就想污蔑我 不用我多说了 这不可能 我明明就 你明明拜托医院的职工 把宁令的报告 从档案室调走了是吧 叶子 我该说你傻 还是说你聪明吗 你也是这个行业的 你难道不知道 医院的档案室都会有备份吗 就凭一张纸你就想定我的罪 不可能 光靠这个 确实不行 不过也庆幸你用了沉沉的亲情卡 你在医院的所有消费都有解 还有医院的监控 监控可是显示 明明把那口药吐了出来 骗取特效药偷盗 故意杀人 你猜法院会怎么判 那又怎样 安安已经死 我就是想知道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在沉沉的心里是谁更重要 事实证明 两次他都选择了我 所以你输了 是我赢了 是我赢了 叶子 等着法院的判决吧 是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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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我赢了 监控可是显示 明明把那口药吐了出来 骗取特效药 偷盗 故意杀人 你没有骗 你没有骗 是我赢死了 是我赢死了 再换你的小裙子 安安这是画什么呀 他是说让我们画幸福的一家人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这是安安 我们安安画的真棒 好不好我也要吃 爸爸还有妈妈喂 爸爸脸羞羞 爸爸才不羞呢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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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啊别跑啊抓不住你啊 啊你看 你看今天的天气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那个鸟 嗯 你过去了 嘴里一直喊着安安 一直对着空气送话 初步诊断 是精神分裂 并且比较严重 已经到了幻想和现实分不清的阶段了 他这种病 会好吗 我是会不会 而是看他想不想 很显然 他是自愿被困到这种幻境里 他想让他的潜意识里认为安安没死 所以才会这样 嗯 这是他应得的 安安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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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我我跟安安等着你很久了 他他要吃冰淇淋 我们马快点去吧走 安安爸爸 安安说想在房间里待着呢 他想吃冰淇淋 我去拿好不好 安安不要吃冰淇淋 那我们我们就不吃了 你不吃了 晨晨 晨晨 那我们在桌上 你也有文 你也有文 我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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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走了啊 我也 我也 文姨 文姨 安安 你在那边 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顾医生 你也来看安安 嗯 我跟安安讲讲最近发生的事情 讲到哪了 刚开始 才讲到叶子如玉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讲了 安安 陷害你的人都已经入狱了 至于你的爸爸 他 他现在在医院 不过没什么事 安安不用担心 明明被送去孤儿院 交了很多新朋友 那边的老师都很好 应该也不会再被利用 也不会再作怪了 你呢 你准备之后做什么 之前安安在的时候 我只想着 给安安做什么好吃的 玩什么好玩的 陪着安安慢慢长大 安安去世之后 我一心只想着互仇 现在一切尘埃落定了 我反而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文姨 你当真 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 顾医生 我们 原来是你 文姨 你可真厉害 这次全市联考 又考了全校第一 全校第一又怎样 我爸还不是不让我选一选 你们家是经商的 你爸想让你继承家业 学商也正常 大不了 你以后找个学医的老公呗 你说什么呢 我们还没高考 你怎么就扯到结婚圈 你害羞了 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嗯 从小我就觉得做一生很厉害 我未来的老公一定要让我很崇拜他 不然我可不 你喜欢学医的 谁 你是谁 顾庆 你又去打架了 你 喜欢学医的 完蛋迟到了 你就是当年那个小混混 整日不学习 只打架的那个 我还真是没法 把当年那小子跟亲爱的顾医生联想在一起 我学了医 做了医生 一直没遇见你 直到那天 你抱着安安来到了医院 我才知道 你已经结了婚 有了孩子 顾庆 我 温宜 我现在追求你 还来得及吗 还来得及吗 我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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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会考虑这些了 好 啊 原谅爸爸一次 啊 不要厉害吧 你去哪儿 你要去哪儿 你别跑 别跑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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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 别跑 爸爸准备上去 安安 你要撞下去吗 安安 爸爸来陪您 喂你好晨晨跳樓死了 今天想吃什么?